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保的隔夜利率打到几乎快要负值 我们今天要看到中国市场 大陆市场的票据市场利率也逼近零 为什么中国的票据市场 它的利率会打到零 那就是因为流动性忽然的大举释放 引发整个洪水 而这个洪水潮把市场上 能够做交易的短期资产 全部席绝一空 全市场现在缺卷 因为钱太多了 把所有资产都买光了 所以我们都要特别来分析架构跟变化 来看一下今天中国股市所做出的表现 同时我们要带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欧洲天然气的问题 中间有政治 中间有外交 更重要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套利 这个套利过程引发了整个欧洲 从天然气到电力到政治的危机 好 我们先看到 再讲到中国的票据市场 怎么会打到零呢 为什么会把市场上的票据一扫而空 全市场现在可供做抵押的票据 全部被买光光被清零 清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西安因为疫情的延烧 中国一来就是清零 用最严格的方式来防堵疫情 同样的我们从野村证券最新的报告 来观察中国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威胁 而这个威胁中国政府是不是有清零的态度来面对 进而导致整个洪水大灌 中国的票据市场利率打到变零 好 我们要先看野村 从野村就看到这一次的影响多大 新冠疫情的变化 有社会公卫专家来研究 我们先研究的是另外一个对于中国经济 六个威胁除了新冠疫情的威胁之外 还有威胁就是房地产的威胁 野村的报告作为我们一个铺陈的过程 最新报告是提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未来几个月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野村证券最新报告提到 房地产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反弹关键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的增量 基本上占GDP 按照2021年的初估 大概占28%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有1%多 是来自于房地产产业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所以房地产出现变化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会非常大 我们看这报告提到什么 第一个讲到 未来这一个月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 他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很多所谓的房地产企业 第一个要碰到的 就是在今年的明年的1月31号 也就是中国新年来临之前 将要清偿要给付农民工建筑工人 这是一个中国特殊的工资发放的习惯 大量的农民工进到城里面 进行体力跟劳动的服务 供吃 供住 供生活费 在年底返乡之际 一次把一年的工资未发放的 一次把奖金在年中之前 过年之前发放给农民工 这个金额会多少 预估将会有1.1兆人民币 也就是在债务债权问题之前 明年过年之前 剩下将近一个月时间 将有1.1兆 来自于农民工索取工资压力 对于房地产企业当中 能不能付出这1.1兆 非常重要 因为稍有不慎 可能引发更大的变化 第二个他观察 是地方政府一直在收紧 所谓的托管银行的预售资金 就是预售屋 所以钱会先交给房地产商 而房地产商要进入到 托管银行的信托账户当中 而信托账户的使用 目前地方政府不断的 在收紧它的可用空间 第三个是明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中国的房产企业到期的美元债 将会是今年第四季的两倍之多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几个方向来说解读 才能看到货币政策 才能看到目前货币市场 所出现的一个变化 而货币市场出现的变化 会对于中国其他资产 产生什么样的推力 这是我们特别做观察的 所以有时候市场上不怕利空 怕利多不涨 做多的不怕利空怕利多不涨 做空的不怕利多怕利空不跌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要先把氛围跟信统逻辑看清楚 第二看到 野村政经也观察到 在12月15号宣布降准之后 就降了存款准备金率0.5% 所以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的加权比例 大概降到8.4% 除了在12月15号降准之外 又在12月21号 12月20号又进行了降息 就是我们那时候特别来跟大家提醒的 有关于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调降了0.05个百分点 又降准又降息 又降准又降息 这代表后面的流动性压力 跟可能产生的一些信用风险 人行率先用预防针的方式 来进行市场上的挤注 市场上的挤注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一下降准 一下降息 而且货币仅性用变宽性用 转向来的如此之快 降准是来自于上游 就是商业银行的资金发动 而降息是来自于市场上 对于资金贷款成本的降低 所以既降准又降息 这两个举动来的非比寻常 会对于市场看到什么问题 要解决什么问题 会引发出什么样的机会 是我们特别做观察 所以也曾认为整体经济 尤其是房地产最糟糕时期 还没有来临 所以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按照中国的房地产占GDP的比重 在过去这几天 中国公布了2020年的GDP的宗旨 直接房地产直接占GDP多少 7% 7% 这直接的 包括间接的 间接的 包括房仲 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商品需求 初估大概占28%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当中 有28%跟GDP有关 当然这个数据高不高 我跟你讲 这2020年了 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据 大概是35% 也就是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 从原来的1%降到了1% 可是虽然从1%降到1% 1%还是很大 所以房地产现在房企出现了 周转跟流动性问题 这会引发什么样的观察 是我们要特别做关注的 所以野村建源做这个报告 就值得我们特别来做一些推敲 好 第一个看到是有关于 这个离岸美元债 就是中国的房产企业在海外的融资 在截至今年第四季 到期 就是债务到期 大概是102亿美金 明年第一季会有198亿美金到期 到了明年第二季 还有185亿美金到期 也就是从今年第四季这些中国房企在境外发行的海外的公司债 明年第一季会有两倍的到期压力 到了明年第二季仍然有极大压力 也将近1.8倍的压力 1.8倍压力 所以代表中国房企面对境外美元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只有境外吗 我们看一下境内 境内有多少 境内有多少 我们提供数字让大家了解到 境内 今年第四季 境内的 境内这不是美元 这是人民币 境内的人民负债有1260亿到期 这个数据我们把它涂掉 我们制作错了 我们团队就有饮料可以喝了 明年第一季有840亿人民币到期 明年第二季 图掉图掉图掉 会有910亿到期 也就是境内的房奖企业的人民币债务 也有大量的到期 假如把境外美元债跟境内人民币债加起来 关门主要 今年第四季有1990亿到期 明年第一季有2100亿到期 明年第二季有2090亿将会到期 所以代表中国的房地产 目前的流动性稀缺或是流动性匮乏的问题 其实还没有来到最严重的时刻 预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将会是在财务办法中 最大的压力 另外碰到了农历年节的相关的一些应付账款的支付 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蛮严重的 就我们刚提到因为房地产企业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的火车桶产业 房地产是一个火车桶产业 因为对实体经济不管是对原物料的需求 对于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都是非常巨大的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房地产常常绑架了经济体 那房地产更透过绑架经济体绑架了政客 绑架了政治制度 所以如何解决分配布军 所得分配布军问题或财富分配布军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房地产这个行业 包括了价格 包括了泡沫 包括了价格 包括了泡沫 昨天世光大新时也提到了 本期的伦敦基本时报 特别针对中国对于房地产主动的泡沫戳破 跟预防措施给出非常正面的评价 可是不管如何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要戳破 行实现共同富裕 它的过程 它的背景将会非常艰辛 跟非常难过 能不能控制在个别企业 还是把影响控制在整个个别产业 不至于成为整个系统性的风险 成为一个非常高难度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既然缺钱 人行就开始发钱 人行既然缺钱 人行就开始放钱 所以我们刚提到 除了10月15号降准0.5个百分点之外 12月17号降了LPR 货币市场的贷款利率 降了0.05个百分点 现在出现什么变化 就从昨天开始 在大陆的票据市场 官票不是债券 票据指的东西就短的 一年期以内的 中国的票据市场 利率几乎都打到了0 仅仅只有0.001% 为什么这样 因为钱来的太多跟太快了 整个市场出现了票灾 你知道什么叫票灾吗 就是不管有多少票 所有的机构都疯狂的买进 因为整个市场非常欠缺 短期资产 大量的钱出来之后 大量的钱出来之后 虽然LPR降低 我还在付钱 资金是有成本的 资金是有成本 有会计成本的 资金也有机会成本的 那么多钱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 短期就找票据市场 找票据市场 来进行一个暂时的停放 但因为钱来太快了 使得整个票据的价格狂飙 利率达到0 你知道吗 就像是长江上海洋下大雨 下大雨 上下大坝一时无法复合 水队已经漫出来了 漫出来的结果 就是票据市场利率几乎达到0 整个市场在今年年底 现在非常恐慌 只要有票都收 只要有票都收 当然有一定的担保条件 只要有相关的担保条件都收 而且现在还在延长 从原来短期一个月的 现在两个月的 到三个月的 现在连四个月的 整个中国的票据市场 从直律曲线 整个被下压 压到扁掉 扁掉 为什么 因为放钱放的 实在太恐怖了 实在太惊人了 这个流动性环境 因为房地产的关系 放出来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观众 我们要看一下 今天互生指数的变化 这个大陆股市 怎么投资 当然有ETF可以做观察 我们在免费义务 跟大家做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提醒大家做些留意 其实在上礼拜 我们节目有提到 因为中国的上游产业 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公司或企业 大概都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 你懂吗 美国的制裁名单 也代表中国具有强大 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就是你被美国制裁 是种荣耀 代表你被美国商务部看得起 这个非制裁不可 因为它太重要 太强了 妙的 代表好企业 上游的好企业 不管从设备 不管从晶片 只要你是一个好企业 大概都有被制裁的压力 怎么办 好企业被制裁 投资风险就变大了 往下游找了 下游的企业 现在在打反垄断 下游的企业 不是反垄断 就是体制改革 不管是补教 媒体 还是消费 不是体制改革 就是反垄断 所以上游有美国的制裁 这个是代表系统风险 对个别公司 产生个别风险 下游的也有系统风险 也有个别风险 怎么办 钱现在已经慢出来 慢成这个样子了 钱要找出路 钱要找出路 钱会去房地产吗 当然不可能 钱去哪里 去票据 除了票据市场能去哪里 所以我们看最近 我们在上礼拜 还有过去这一年 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到 有关于中游的板块 有些板块既不会被美国制裁 也不可能被反垄断 甚至还在加强垄断地位 最近我们看大陆很多国企在合并 不仅不是垄断 因为国企 还在加强垄断地位 从特高压 到电力设备 装备 到电力运输 它不仅反垄断 而且加强垄断 垄断代表 垄断代表有垄断利益 垄断利益 一个是会计利益 一个是内部的效益 这个我们在做分析 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 上游没办法 下游没办法 那就往周永涨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大陆股市最强的板块 今天再度创新高 就是所谓的电力板块 电力板块 除了氢电 水电 风电 在大涨之外 我们要看一个产业 不断的喷出跟创新高 第一个是核电的板块 以中国第三大的核电 中国华能 它的股价在今天涨停 而且创下波段新高 这种大牛股 到目前为止已经涨了快三倍 从去年到 从今年为止涨了快三倍 这种电力发电股 能够在一年涨三倍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一个变化跟发展 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电力设备股 我们提到 在中国核电 今年也是涨多 中国核电 在今年已经涨了快接近八成 快一倍了 另外我们看到 就是有关于我们讲到了 电器装备 不管是国电南端 还是我们提到了 像东方电器 然后还有包括 我们提到的像平高 基本上的股价 在今天都不是创新高 就是即将接近新高 所以从宏观经济分析 为什么有用 因为我们长期观察 这些机会会给官票 时间会让财富不断的涨大 假如过去一年有看 我们今年报的节目当中 你会提到 我们在这些版本当中 有做出一些观察 从宏观 从顶层逻辑 会看到非常多的机会 我们以这一档股票 频高电机为例 官媒你知道这波突破点 是什么机会吗 这波的转强点 摩克斯丁利 把他的目标价 他本来7块钱 调降到5块钱 摩克斯丁利一调完之后 股价就喷出了 现在涨到今天已经10块钱 很妙 为什么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了 因为现在钱多到 没有地方可以投资 大类资产 你看茶 比特币 加密货币 然后酒 搞不下去了 然后房 没地方去 只能进股市 股市上游在前面被制裁 下游在体制改革 只有往中游走 所以我们抓地机会 等着它长大 所以我们之前 在今天部分 有跟大家分享 端对端 包括了过去传统的发电方式 还有集中式电网 还有分散式电网 官媒要找到中间 你要了解目前中国的电力变化 尤其发电跟消费电存在巨大的地理成本 中间的一个利润就会无穷的扩大 好 我们今天特别观察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票券市场 它传达出意义就是大放水 而这个水会带来什么东西 现在看到是把票券全部席卷一空 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债券市场 除了债券市场之外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大的资产 值得大家特别做观察 好 那今天我们看到同样是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带到另外一个发想 就是英国因为现在天然气缺气的压力 所有英国企业全面在求救 甚至认为叫做国家危机 从缺电缺风的影响 使得目前英国缺电的风暴正在扩大 连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也在求救 我们不能再等了 随着能源价格不断的失控上涨 对于目前意大利的生产制造跟消费 都产生巨大的冲击 所以在这个时刻 美国动手了 美国动手了 把大批本来要运往亚洲的天然气 临时掉头转弯 开始往欧洲进行 现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为什么 因为欧洲它的盟友现在全部送到电力跟能源 不是价格涨的问题 是有钱都买不到 所以现在很多墨西哥湾 本来要慢慢到亚洲的天然气的船只 临时转向 就算违约也要做 开始大量的输售 美国的天然气到欧洲做观察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很多开往亚洲的天然气船 现在从最新的发展 全部都掉头 开始往欧洲来进行补气 补气 身体不好补身 气不够就补气 因为像欧洲被天然气跟南源 搞得非常虚 所以美国的气来了 帮你打打气 这是目前我们观察 这是很特别的 除了大概有20艘 大概在约330万立方米的船 正在穿越大西洋 另外有10艘的 LPG的液化天然气的船 把目的地从亚洲或中国 改往欧洲 甚至连澳洲 离欧洲很远的澳洲 澳洲过去 因为地理关系 它的天然气市场 通常在东亚 东北亚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韩国 包括了日本 可是这也是2009年来 澳大利亚第一次 把它的天然气 往欧洲来进行运输 观点的运输成本非常高 非常贵 不是远 因为现在液化天然气的LPG船 租金非常高 所以要拉那么远 代表租价就会非常高 可是这个生意非做不可 因为它除了政治的同盟之外 还有经济利益 我们就讲经济利益 经济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现在欧洲天然气价格 已经飙升得非常离谱 所以在政治利益当中 盟友关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套利关系 因为现在把 像美国天然气好了 把墨西哥湾天然气运到亚洲 还不如遇到欧洲 第一个是运费比较低 运输的时间比较短 第二个是欧洲的价格 比亚洲的价格更好 这会产生什么变化 就会使得亚洲天然气 可能会不足 亚洲天然气不足 大家看悄悄板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 把整个 出往亚洲天然气往欧洲 这中间的价差 我看一起飙 现在欧洲也在飙 亚洲也在飙 都在飙 现在就是套利出来了 我到底要卖给欧洲340 还要卖给亚洲250 尤其欧洲比较近运分比较低 亚洲比较远运分比较高 当然往欧洲运 会使得亚洲天然气 在明年1月之前 会有缺气的问题 这是我们直接做关注的 另外我们看到缺气 代表缺电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欧洲国家 尤其是北欧国家 越身处西风带 所以大量的风力发电的设施 成为整个欧洲 基载或中载发电的来源 但今年的风明显变少 我们之前做过专题 至少少了10%到15%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没风 找诸葛亮吗 成像没风 诸葛亮在睡觉 所以基本上也不告诉我 东风什么时候出来 因为北欧国家 基本上处在西风带 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法国对于风力发电 相对消极 相对消极 因为北风带 西风带 纬度在那个地方 全世界能够风力发电的 就在那个纬度 越有一个大气流的西风带 这个西风带 又跟北极温度的崩溃 有高度有关 其实有些地球科学的 藏制就很重要 这个西风带变弱 让北方的冷空气 就没有屏障 不断的往南移动 地球科学往南移动 往南移动之后 中高纬度的国家 或中低纬度的国家 都变得好冷 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取暖 跟能源 可是取暖能源 又依赖的是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它主要在西风带 西风不吹 所以风力发电的风 变少了 西风带变弱了 北极震荡的冷空气 又往南吹 往南吹之后 又需要用能源 用电力来取暖 用电用取暖 又需要风力发电 各位朋友 你知道鬼打墙 所以各位朋友很妙 风力发电 为什么需要没有风 没有风 不是说没有风就算了 各位朋友 没有西风带的屏障 北极的震荡 冷空气就南下 各位朋友 你懂的是吗 这个事情太好玩了 没有西风带 西风带转落 北极震荡的冷空气 就没有屏障 一路南下 那就更妙 所以这问题 它是一个几何指数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 今年的欧洲 这个问题很严重 尤其是法国又出现了罢工潮 所以核电厂都要关闭 所以连法国都缺电 没有风力发电 大家就想法国要核电 法国核电自己罢工 供应自己 还是供应其他欧盟国家 我们看到 这扯到政治问题 因为选举 因为选举 因为法国明年要选举 选举之前缺电 会发生什么样变化 那执政党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法国要做个选择 我把电污着 为什么 我不能让法国缺电 因为法国缺电 我明天就不要选了 所以所有欧盟之间 内部的电力协议都鬼扯 等我选上再说 等我选上 我在执行欧盟的条件 说道歉赔偿都可以 可是重点是我要选上 所以现在法国又把电污着 因为法国电力自己不够 其他电力差分太高 搞得其他去核去美的国家 没有电 第一个 缝离发电没有 煤电核电关掉了 那传统向法国来调电 那法国本身电力问题 加上马克宏拼连任 整个欧洲现在的电力问题 已经变成从民生危机 变经济危机 到政治危机 在第四波工业革命来临之前 每一次的工业革命 都是能源革命 所以不管从中国 看到了欧洲 看到了美国 这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变化 中间有很多变数 有天气变数 有气候变数 有政治因素干扰 也有流动性的刺激 加法或减法 官方要特别值得关注跟留意 好感谢大家接受看 我们稍后在今天的部分 要继续放大 中国的现代脉冲 跟美国的现代脉冲 因为从现代脉冲 感觉像一个推背图一样 随着昨天晚上市场上的反弹 最重要的是农产品价格 竟然突破了短期新高 这代表什么意思 秀一下 我们在进展部分 为大家做进步的解读